一定帮你辩护到底 李正浩说他力挺韩国瑜来选党主席 任何人反对他都要公开跟他挑战 这李正浩也太顽皮了 传基层探说国民党缺一个蔡英文 立刻说你串联个拱 郭台铭来选党魁 那这个说法最近这两天 也在这个新闻的报道里面发酵了 那郭办发言人刘若彤说 如果有这样的声音传出 我相信比较是属于国民党内部 一些权力斗争下面的一些空穴来风 可能也是想要刺探一下 说就说市场上 或者是其他可能有的竞争者 是不是也会有这些动向 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实际上的状况 那这个自由时报的标题 有趣说郭台铭被共选国民党主席 老虎军团在话说 不要去做人的提款机 OK高喊回南家判郭台铭接党魁 那国民党还有弹书说 但是你可以回来钱给我拿回来 但是不可以选总统 宇萱怎么看 这个很多人骂开了 我看那个石可威 那个吴东升都骂得并并给完了 我觉得这个消息可能 如果你看现在都已经炒成这样了 一定是内部他们自己有人在讲 可能是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在讲 但这很明显就是在消费过台名 党主席这个位置我不相信现在没有人要 我觉得大家都想要这个位置 那你现在把郭台铭丢出来 不是就是要让他去被大家消费一下 然后去帮大家让市场上 就像刚刚刘悠彤讲的 就是市场上大家来评估竞争一下 现在如果说我想选的人 他要么就被检验 要么就被斗争 要么可能就被下面无法被运作这样 所以他们是怕被见光死了 所以他现在才丢一个很中性的郭台铭先生 所以郭总变成烟雾弹 这个烟雾弹一样 我觉得是烟雾弹 但因为呢 如果说你要郭台铭去接国民党这个重责大任 我觉得也不是他现在应该要去插手的事情 他过去的确是对国民党是非常重的感情 他的确有这个感情 而且他的确帮过国民党度过非常多的难关 但眼下这个难关 我觉得不是他应该要去接手的 因为这是国民党自己内部要去处理的 而且国民党自己也说 他现在自己两年退党 他怎么有办法两年再进来 难道要为了他修改党章或者是因人设施吗 这一定会被讲话 那这对国台铭来说就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你要让他去跳下去 就算他要跳我幕僚也会阻止 所以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更何况他如果要接党主席 他要当党主席的话 他自己组个党不是更快吗 目前董事长有这样的评估吗 自己组党 目前没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评估 没有评估 没有评估 但是我们就说 他如果要去当党主席 他自己去组一个党比较快 他没有必要去接了一个百年老店 然后还要把他重新改革 重新变造这样子 而且他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他是希望扮演制衡的角色 那他如果现在又回归国民党的话 其实有一点跟他当初的想法不一样 但他现在从选前到选后 他的想法都是始终没有变 OK 王国有不同意见吗 是的 当然 因为副发言人士拿薪水的 所以他讲的话 发言人士没拿薪水是要拿什么 要打折扣 他刚才讲说要当军事的话 自己组一个党比较快 我劝Kerry Cole五次要组党 他都听不进去 为什么董事长不愿意组党 那个现在没有时间 过了年我们再讨论这 我跟你讲 这个新的党的主席跟国民党的主席 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有机会 而且这个环境还不错的话 你觉得郭董要不要当国民党的主席 要的 而且想的要命 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放出这个空气 我不同意刘友彤的讲法 说这个是内部斗争的空穴来风 到底是真的有斗争吗 斗争以后就没有空穴来风 空穴来风是到底是有风还没有风 我请问你 这个根本不通的 我认为国民党里头的青年军里头 有一股力量 是跟郭董有连结的 甚至林佳心就是跑到郭董那边去了 郑浩也是青年军出身 所以他有一部分的年轻人 到目前还不死心 所以那天去包围党中央 还跟党工打吵了一架 但是这个就是又一个例子 年轻人不一定聪明 现在在国民党里头 替郭董讲话的人就是笨死了 为什么笨你知道吗 第一 郭董没有党籍 要两年才能恢复 你选什么主席 第二 郭董这一次从政以来 做了四次的大转折 入党 参选 落选 退党 然后就搞郭柯王联盟 然后最后押保 亲民党 每一次的决定 美下欲况 一招不如一招 越来越难看 其实郭董的政治智慧 跟郭董的这种动作 在我们这一次这一波下来 在台湾社会的人民心目中的评价 是零 几乎是minus 我不好意思说minus是零 因为我毕竟也帮了他 我觉得帮零有点太过夸 大家看他还是有点期待的 我是去帮他五个月以上的人 我亲身贴身观察的 我认为讲零是都太客气了 你知道吗 现在国民党竟然还有年轻人 想要向前郭董去救国民党 这牵手都拿着招 给他一周微影响 我觉得这个前提是一直是说 郭董他这个人想不想要回去 他一直在讨论说 要不要他去帮助国民党 他自己你要问他的心情 我刚刚陈大老一讲 他这次几波心情转折 他在选后的第一次受访 也说他两天都睡不好觉 所以显见他对于台湾的政坛 他是有期待 他是希望能够改变 他说整天整个晚上没睡觉 因为他想很多 他有没有告诉你们他想什么 他想什么 我们不是肚子里面的伪装 大家不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领导人 要是我 我通通告诉我的幕僚 我在想什么 我昨天晚上到底想什么 OK 继续 没有但是他想什么 可能我们不用了解那么透彻 但是我们观察到的是 他真的是那个心是想要为台湾做事的 你说这样的一个政治素人 我可以说他是素人吧 大家应该都可以同意 这样的一个政治素人 在藍绿这样翻腾当中 他能够站得稳的 我觉得真的是少数 你说他这样子每况愈下 我其实是觉得 是因为他不适应这个政治环境 这个政治环境太险恶了 跟他的商场的道路上走来 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然对一个政治新手来说 他当然会遭逢这样的挫折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想问的是 他的内心 大家有没有看到是 他的心是想要改变台湾的 他是想要从经济 他每一次在跟我们开会的时候 他都提到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年轻人 台湾要怎么前进 这是无庸置疑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用政治的框架 去套在他的身上说 你国民党应该怎么样 他应该怎么样 对他来说 那是他不习惯的思路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回归到说 要去问他本人 他到底想不想要 那目前我们感受到 他根本没有这个心情 所以对于国民党这件事情 目前董事长都没有任何的思考 在他的这个 包括谈话 或是他的思维里面 好非常谢谢 怡萱在郭董身边 提供我们第一手的观察 回到这个实习这边 国民党已经被民进党击溃了 李明贤说 民众党才是目前最大的挑战 国民党在此次2020大选中惨办 选后党内掀起改革声让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之援 其实国民党已经被民进党击溃了 如何守住第二大党才是未来的重点 而目前最大挑战就是 一举挺进国会的民众党 民众党前途这么好吗 对国民党一定担心的这么大威胁 实习怎么看 我觉得民众党的确现在一直持续的 就是野心很大 总统门票也拿到了 柯文哲说他要选 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势必 就是在立法院持续的壮大 那怎么样壮大 他现在必须要找出合作的对象 所以他们才说要组在野大联盟 所以国民党时代力量这些党 都可能是民众党的 未来的合作对象 他可能要猎杀的对象 他可能要把他们吃过来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危机是大的 因为国民党内部一定会 因为党要再起的路线上面 会变成两大坨 一坨可能会是你必须要保住10万 黄复兴党员的无私怀路线 另外一边可能就是 比较不支持那种老派黄复兴的 年轻的那个路线 这群人很可能就会被民众党吸收 所以民众党有可能会变成 真正的第二大党 国民党就会急速的销轰成为 如果那个改革的方式 没有跟社会多数取得一个 紧密连结的话 还是受制于那10万黄复兴党员 还是受制于韩粉的喜怒哀乐 我觉得国民党会萎缩一直萎缩 所以民众党我觉得他会持续长大 而国民党会 对没有搞好这一次的党内的选举 我觉得会缩小 而且特别是国民党的这些 在地方的传统 非常依赖的这些所谓地方的派系 说真的这次冲击非常大 我这两天有机会跟一些高阶的警官 他说台湾上是双票在输费 他说台湾有一个很灰色的政治 就是赌博 政治赌博 他说这次赌 输的人很惨 他说输的一塌糊涂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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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警察说 我听得是他跟我说什么人会走 什么人会怎样 我说 我听得真的心中疲疲疲疲 那个一般我们也不方便拿出来台面上讲 但澳国真的能这样讲 这个我不能不讲 我跟你讲 韩粉最可怜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韩粉他们有热情 有理想有理念 找到一个人 他们因为你挺他挺到底 现在很伤心 这个梦翠 然后就焦虑 这个我觉得都正常 你想最可怜的韩粉是什么 因为受了媒体 受了名嘴 受了政论家的六岛 尤其包括韩国瑜本身的讲法 他们认为他会赢 他们认为他会赢 真的相信他赢了 拔下去了 我跟你讲 我早上在运动场 运动的时候 我有一个深蓝的 我叫他福秋 他是福州人 他台语很会讲 他是非常的深蓝 他也跟我赌 我跟你讲 他跟我说什么 他跟我说深蓝 为了韩国瑜拔下去 钱之后是他 整个暴地 你知道吗 思琪 我想这个不方便讲 因为两个都是高阶警官 韩国瑜今天晚上 今天听到我这句话 你赢回去要不认识得对 人家就是为了你的碰烹 为了你的鸡鸡 为了你的白菜 拔下去了 这些赢是真的 我说这个包括陈威文在内 陈威文那天开票 开票没有几分钟 他就说贏多少钱 公开在友台宣布 韩国瑜赢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都还不认错 你知道吗 很多人相信陈威文既然 汉有百多说 就拔下去了 那些人的钱 那些人的钱不是沙拉卡 那些人的钱都是布袋里面的金 你知道吗 你觉得那些人有可能 要拔这个人不是说六千的 对 真的听起来 他刚刚我讲说最好后续 除了政治问题以外 不要制造社会问题 两个都三线以上的 都很高阶的警官 我听了也真的觉得说 台湾的选举怎么会 因为为了特定人士的胜选 搞到后面搞不好会有社会问题 OK 过年没有几天 今天我们有请四位来宾 帮我们写吉祥志 来恭贺云友们的新年 先从时期来 你写的是哪几个吉祥志 为什么是富又爽 就是你看爽还有点歪 爽歪了 希望前期的一年 我急后急就爽歪了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是名副国强大家爽歪歪 好名副国强爽歪歪 我刚写到欲罢不能 这一张是要送给农农的 吴依农同学 你也算农副 农副 现场有人把身份揭露了 是农副 第二位 我可以评论一下 我心目中的时期是 俗女你知道 非常高雅的 这样也没想到 他嫌到两个字 我有点讶异 因为富是我的专利 我平时都不太用的 因为那是我老爸没钱 你给我给你名字 希望我好 带财 把这个富刮在嘴上的 通常是很露 第二个字那个爽 我们这一代的 在南部的乡下的文化里头 有家教的 不讲这个字 尤其是女孩子 不能讲这个字 你知道吗 现在我世代不敢 每次都在说 有啊 余轩来 有那两个字 所以我觉得我老灵魂也是 就是平安啦 平安 但是看到那个时期节写爽 我觉得 我真的要回应一下沈大佬 现在的年轻女性 很直接了当 我们都是有什么讲什么的 那个没有什么俗女什么的 对 祝大家平安 对 平安 来 孟凯来 好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发财 大家都要大发 那另外 我是用自己的名字孟 因为孟就代表第一的意思 所以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可以勇夺冠军 好 注入性行销 注入性行销 行销行销行销 OK 来 这个比较短 我刚刚应该写得更好 OK 梦不错 来 伯父来 好 我都写五年 五年 好 来 你拨几个健康要第几年 我第一百 我这边第三年 第三年 哎呦 愁喔 哎呦 喂 是怎么 愁什么 我这里有乐 有怒 有愁 有喜 OK 来 这就是人的所有的情感 普通通写下来 喜怒 哀乐 愁都写 我爱没写 我爱没写 好 新年 你觉得新的一年 要愁什么 你也畏语筹谋一下 帮我们看远一点 我是被韩国瑜洗腦 韩国瑜说庶民大众 现在痛苦发愁的人很多 你不能因为他落选了 就忘了他的话 对不对 当然 畏语筹谋 不是 不能为了过年的一两天 就把这个愁忘掉 当然愁 对不对 有危机一事 你不要说没快乐 要假快乐 OK 好 这个沈医师 特别要谢谢他 我今天写一个手版说 我还没有给自己机会 就要开始给年轻人机会 有人说难道资深的国民 或是资深的政治人物 就没有价值吗 或许提出另外一个反向的思考 沈医师除了他自己 带着我们看很远的地方 我们也更感谢很多年轻的朋友 在后面推着我们这个节目 继续提供我们动力 朝向一个真正的云端媒体 这个美好的理想 叫做有种有趣有料 不断的前进 沈医师也是一个 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一个长辈 最后30秒钟 给Uncle做一个小结论 小结论 我认为就是说来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而且心想事成 因为我是新科的章鱼哥 兼这个 所以你心里头想什么 我给你祝福 一定会达到 OK 好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 我是一篇云章树 我家云章树人县 明天同时间云端 再见 是 看到人家导致 见面 是 真正的 数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